5月7号阳光闪耀和风吹拂 出席两岸三地学术研讨的企业学人们走访台十一线 包括东唐文物馆 这里原位工艺聚落 阿水工坊 棉麻屋 我在玩 实际工作室 豆豆工作室等亮点之后 停留在林永发教授的创作小屋 朝阴小竹 品尝院内鲜甜的椰子汁 在地的水果和冰棍 也抒发了这两天的台东体验情绪 因为我之前参加的发表的单位 是在中华民国设计学会办的研讨会 那它主要是就是着重在于设计领域 那这一次的话 因为台东大学主办 它是两岸三地的一个 谈类是一个文创产业 那它的范围来讲会比较大一点 那加上又来自对岸的人一起分享 这样子 所以我觉得可以有一个蛮好的交流平台 我们很谢谢林教授 给我们一个这么大的一个机会 让这算是三地吧 包括澳门 所以有三地 一个文人雅具的一个机会 我们觉得非常的荣幸 首先得感谢林老师的盛行款待 台东给我感觉就是朴素 这种质朴优雅 已经反映到人的一种本性的反映 所以我们一路的欢歌笑语就过来 我觉得在台东 我感受到台东大学没有像大陆有些大学里面那么 板板的 人与人之间那么陌生 我就在这边一团和气 从上到下 这是我这两天最大的感受 还有我们的这些专业人士的 包括这些老师教授 他专业度和敬意精神 让我很感动 我会把这种信息 好好传递给我们的老师和同学 我们该向台东大学的好好学习 向林老师好好学习 我记得在我们台东江的山海环境里头 应该可以发展出出于我们台东特有的一个 山海生活美学跟美术产业 我想生活美学是能够让我们来 在生活里面体验美感 享受美感 也可以让我们在平反受里面 能够更有意思一点 我想透过这样的一个研讨会 让大家共同来对美的一种觉醒 那同时也可以把它带进我们的美术产业来 尹西卒就读东北林业大学 来自黑龙江省哈尔滨市 目前是台北大学民俗艺术与文化资产研究所的交换学生 他希望透过这次参加研讨后的心得 能够将家乡美景应用到创作当中 尤其这个生活美学 在我们平时生活中非常的常见 但是对于设计者来说 开发他的又不是很多 但是在设计方面 生活美学又显得尤为的重要 现在开始关注这样的生活美学 能够让这种源于美学的设计 能够从生活的质朴当中提炼出来 对我今后的学习发展有个很大的启发 因为我地处于东北地区 我们那个地方四季分明 所以像跟台湾这地方很多不一样的 就是我们那下的雪景会很美 所以我很希望通过这次学习 回去了之后也能发挥我们东北的特色 发挥我们那种四季分明 然后用于我们的生活创作当中 第二次造访台东的郑州大学美术学院教授王小宇 捡了海边的石头 采购了木制品 此行收获满满 听说您特爱这里的冰棍 冰棍 对对对对 还有木头 文创品 今天呢收了好几个宝贝 特别开心啊 没有考虑过怎么带走 但是就是觉得有缘分 在一个陌生的地方 然后突然看到了一眼 让你非常喜欢的东西 我觉得我一定要把它带走 否则的话 可能就觉得有一种 错交的那种感觉 错失 以后一定会后悔的 这儿的冰棍呢 让我想起了那个牛渣糖 其实我觉得它的这种原料 应该跟牛渣糖很像 那我也很奇怪 说为什么牛渣糖 现在已经世界闻名了 为什么这台东这么好吃的冰棍 甚至我在台北都没有听说过 觉得挺遗憾的 虽然我不可能把这个冰棍 真正的带回到大陆去 带回到我家乡 但是我把它的包装留下了 我会通过发朋友圈 和一些别的宣传途径 让他们知道 到台东之后 一定要来尝尝这儿的冰棍 你们可能知道 这个大陆型的 整个的台岛的旅游里面 几乎是没有台东的内容的 没有台东内容 只有一些很熟悉的那种大名的那种 日月坛的阿里山 什么士林官邸 什么故宫 其实我觉得到一个地方 能够感受到它文化的地儿 恰恰是应该那些经济 不是很发达 很淳朴的地儿 那些大城市 那些景点 你看到的不是这个地方的 真正的状态 你看到的都是游客 所以我也希望在我的周围 能影响我的朋友 影响我的学生 让他们以后有机会来台湾的时候 选择台东来停一停 各地特有的生活环境 都能发展独有的美学 研讨会主办单位 东大美产系系主任林永发 希望透过研讨 唤醒大家对生活美学的觉醒 进而发展美术产业 刘热文黄青海采访摄影